大二級男子偷來台階 竟然是闖進了人潮非常多的魚人碼頭 就在昨天上午11點多的時候 這名男子是開著這個姿募船 闖進了淡水河口的魚人碼頭這邊 當場就被海巡人員逮捕 而之後接受完訊問之後 他也被移送到這個地檢署 目前是已經被裁定收容 而海巡署這邊指出 他當時是從外海開著快艇 直直衝到這個淡水河的這個種地 海巡署沙輪雷達站鎖定之後 也有立刻通報了在巴黎 還有魚人碼頭的安檢所來戒備喔 他們是一路跟著他 最後是在這個魚人碼頭這邊 將這一名男子逮捕 那不過呢 其實在這個淡水河這邊 有偷渡的民眾來 其實是非常非常少見的 過去是沒有發生過 因為如果想要偷渡的話呢 一般民眾都會去選在 像是金門或是三隻 他們比較好遮蔽自己的地方 所以這一回呢 他會選在這種人潮非常多的地方呢 有點像是他就是要被海巡人找到 因此現在也不排呼他的動機 是為了要尋求政治庇護 侍得到尋求政治庇護 是為了造成的 開場的行程庇護 在避免的還有融化 只要是為了 在這裏 這一個人的受害 就像是可以的 成為對方的確定 還要事情都能幹 在類似人的 我們把人不斷 我放了 後來 不斷 不斷 大人不斷 嚴難 都不斷 昨日上午海巡署北部分署于淡水外六海里发现可疑目标及全程监控掌握 令第三巡防区亦接获民众118通报立即派远于第一时间抵达现场 当场逮捕一名陆籍人士并扣留一艘陆籍小船 9日本署人员完成笔录制作并移送地检署由检察官裁定收容 全案刻由地检署及本署积极正办中